你说美军战术普遍的第一反应就是呼叫空中支援 实际上呼叫近距离空中支援是个技术活 所有的空中支援都必须由地面的联合中瞻控制员或者前线航空协调员来引导 在美军里你想要成为一个JTAC需要参与专门的课程取得相应的资质才行 那么这期呢我们来讲讲JTAC到底是怎么呼叫近距离空中支援的 当然这期视频主要还是给大家找找感觉 看不懂也没关系啊 视频后边还是像以往一样会有一个案例来演示 所以前面理论的部分大家坚持一下千万别睡着了 那又不说大佬之前跟我提过要讲什么所谓的9-line或者5-line 9-line 5-line就是呼叫固定翼或者悬翼近距离空中支援时需要使用的固定格式的一部分 美国陆军悬翼机执行对地支援另外有一套什么CCA程序啊 比较类似于5-line但是在支援海军陆战队或者北约盟友的时候也会使用这个CAS的这个程序 没办法大公司大单位有标准不统一的情况太正常了 那么这里呢我们用相对复杂的9-line来详细说一说 第一行呢是IPPP就是骑时点战斗位置 骑时点是固定翼进场的骑时点 战斗位置是悬翼机攻击目标的骑时点 那个骑时点啊应该要足够显眼 以便机组人员可以在导航或者GPS失灵的环境下凭视觉找到 固定翼飞机的骑时点通常位于距目标5-15海里的位置 而悬翼机的战斗位置一般距目标1-5公里 第二行呢就是航向和偏移 航向是指目标的骑时点或者目标的战斗位置中心点的磁方位 用角度来表示 偏移指的是IP到目标线两侧 可供飞机机动的空间 第三行就是距离 也就是70点或者站到位置到目标的距离 固定翼用海里为单位 悬翼机用米座为单位 第四行目标的海拔 顾名思义就是目标的海平面高度 一般用英尺来衡量 第五行是目标描述 在描述时要尽量详细以便飞行员能够认出目标 第二行是目标位置 一般有地图坐标 经纬度一直点偏移等方式来表示位置 如果是区域目标 可以指出中心点或者目标相对集中的位置 如果是线性目标 那么要在第五行也就是前一行 或者最后的复原里 说清楚目标起点方向到中点的距离 如果目标正在移动 可以向飞行员提供目标的初始位置 移动速度和方向 第七行就是标记方式 比如烟雾 激光 红爱等等 帮助飞行员找到目标的各种方法 如果用的是激光指示器 需要提供相应的代码 第八行是有军的位置 用东南西北 东北西北等分方位 加上米围单位的距离来表示 第九行是出口或者出厂的指示 可以告知飞行员合适的飞迪方向和高度 最后还要加上复原 把所有的信息都附加上 但是呼叫近距离空中支援 并不止这么简单 实际上呼叫一次支援 需要前扯的各级机构有这么多 需要执行的流程有这么多 Nineline只是若干流程中 JTAG负责与飞行员沟通的信息中的一小部分 所以呢 我还是用案例 给大家至关感受一下好了 好了 睡着的朋友们可以醒一醒了 下面咱们直接上一段 呼叫近距离空中支援的对话案例 可以来做一个阅读理解吧 一句句掰碎来给大家看看 一次近距离空中支援 到底需要哪些信息 这个案例不是我下编的 都是摘自美军联合出版物 JP-3-09.3 由本人亲情朗诵 下面请听题 Texas 17, Winner 61 Winner 61, proceed to Mazda Block 13 to 14 Be advised, SA8 active in target area You're only at Crawford Station Check in with able Winner 61, copy Mission number Alpha Bravo 2061 2-1-FA-18 Hornet 10 miles north of Mazda Inbound from 200 to Block 13 to 14 4-by-MK82, instantaneous delay fusing and 4-5-0 rounds of 20mm each 3-5 minutes of playtime AC FLIR, CAT2 coordinate capable VDL codes FOWER797 and FOWER557 respectively Timber Suite, abort code none 好的,我们先暂停一下 这里的第二类协同 指的是目标位置错误类别 里的第二类 也就是说这个弹药的误差 在7到15米左右 OK,我们继续 Texas 17, copy Advisement ready for sit-rep Winner 61, ready Threat SA8 active in target area and small arms Anime personnel are dug into fighting positions to the north Friendlies are a company-sized infantry element Code locations with Texas 17 We have gun position 3 active Anime support Gantarget line 040 Clearance will come from Texas 17 Whether it's clear in the target area Stay east of Mazda Till IP inbound Advisement ready for game plan 告知抛木线的主要原因是 防止地面火炮的炮弹干扰 正在飞行中的飞机 虽然概率不大 但也是可能发生的 一般的做法是对空域进行划分 比如预留一定的高度给炮弹 或者再按照地图坐标 进一步进行细分 一类管制指的是 JTAC能够目视到航空器和目标 并且会指挥每次攻击 二类就是 JTAC无法亲眼看到航空器或者目标 但还是会指挥每次攻击 三类指的是 航空器可以对交战目标 进行多次攻击 JTAC未必能够看到航空器或者目标 对目标轰炸 也就是BOT的另一种选择 叫BOC 也就是对坐标进行轰炸 这里的白铃弹是作为标记工具 不是要用白铃弹打击敌人 打击敌人用的还是MK8-2 最终攻击航向指的是武器投射时飞机的朝向 当采用激光指引的时候 飞机需要在合适的角度投射武器 不然激光指引无法发挥作用 为了飞机的安全 有时候也会规定最终攻击航向 这里由于存在敌人防空武器 同时要避免飞机航向与有军炮弹的飞行路线交叉 因此规定了飞机的航向和高度 以及到目标的时间 以便安排对防空武器的炮火压制 打击敌人 飞行员说contact就是说他已经看到目标 发出in信号的时候 说明飞机已经进入空中打击的最终阶段 已经准备好发射武器了 此时J-TAC应该已经能够目视到飞机 他应该最后再一次确认攻击角度 对其的是正确的目标 不是他自己 而且不会威胁到友军 然后就可以给出开火的指令了 发射完毕后飞机会继续飞往出口 然后继续其他的任务 此时一次CAS任务就算基本完成了 虽然讲了这么多 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类控制下对目标空炸的一个案例 在二三类控制和对坐标进行空炸时 还会有不同的信息需要传递 总的来说呢 空地协同作战需要部队在指挥和组织架构 技术装备 人员训练等多个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平 在世界上能够做到有效空地协同的军队并不多见 即便是美军也经常吹爆英军 甚至是自己人的狗头 03年3月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前线空中管制员 把呼叫进去为空中支援的友军 当成了需要被攻击的目标 引导A10攻击机进行了多轮攻击 造成失眠海军陆战队前死亡 诚诚说 道高一尺 莫高一丈 再细致完善的程序 也会有二货能犯错误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